表姐早上好呀 我要继续我的进船大业了 你帮我去找些羊毛呗 不然船翻就搞不了了 表妹你又使唤我去找东西 我也想盖房子呀 哎呦我们要分工合作嘛 而且你找东西比较快 我现在房子比较好看 这样分配最好了 要不等我大王维感就去帮你 这样总行了吧 好吧那我先进去了 建筑这种美学 当然交给我小表妹比较放心啦 一直跌高高 建一个十字形状出来 就是这样啦 现在就穿毛料了 去帮表姐捡羊毛啦 小生羊就你啦 送我点皮毛吧 反正你摇两天很快就上出来了 哎我不要变成 不吵不吵 这里的小伙伴都要和我提光光 藏在树下的就以为我看不见吗 咔嚓一下干净利用 咦这怎么有只会变瘦的仙啸鸡啊 小妹妹你在找圣羊毛吗 要不要来我这买点 你一直接近哪来的圣羊毛呀 我虽然人小可不好骗 我没骗你 我认识七彩仙羊 所以有用不完的羊毛 只要你拿小麦就能给我交换 好吧就信你一回 我现在就回家收小麦 哎 麦田怎么就剩这么点了 可我上次明明让表姐修复的 又偷懒 小妹怎么了 你要吃面包吗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我还等着换毛料呢 可是就剩这么点了 你让我恢复又没让我扩大 那你先用着再说吧 哼不理你了 赶紧收购完去找七彩仙 七彩仙我来了 这能买34了呀 就这点怎么够搭船飞呀 不管了 先存着 一个千万别走哦 下次我还跟你买 好的好的 欢迎下次再来 船帆也是要一层层向外突出去 所以需要特别多的白毛料 我才搭了两层就用完了 还是先回去试个午觉吧 表妹快醒醒 怪物又找上门了 快用你的分身术 我上次都消耗了不少体力 这才是用武器跟他们较量吧 表姐一起揍他们 一把能量剑也能让他们有来无回 嘿嘿 他们好像都打你不打我耶 小妹妹加油 臭表姐 再看戏的时候就送你为野人 穿着钻石装还拿着火箭筒 难不成是给我送礼的吗 我就不客气收下了 工夫再生也怕菜刀 一刀不行就再来两刀呗 我劈死你们 你跟着恐龙倒什么乱 怎么样 现在就收下你了 我是排名第213名的司客 有人雇我来暗杀你 呃 那个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 想得美 上门容易也要离开可就难了 这么大颗头还暗杀 吃我一剑 嘿嘿 不痛不痒你就跟着蚂蚁一样大 我都看不见你了 你神在说小不点吗 让你看不起我 蚂蚁的塞刀可不是吃素的 哼 这才知道厉害了吧 就你还头目呢 比小弟还没有 而且你看 是钻石头筷 还有火箭筒 可是怎么用不了呀 臭野人拿这枚炮的火箭筒来吓我 没事没事 等我们回去找到火药 合成炮弹就能够用了 现在先回出睡觉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